- 把時間交給郭昌,歡迎 大家好,我是郭昌 KK Forum 想要做的是未來的音樂 ecosystem 所以我們先從未來的音樂廠牌這一點開始設想 為什麼從這一點呢? 我先介紹一下KK Farm KK Farm 是 KK Boss 投資的投資公司 所以我們專門投的項目都是音樂的廠牌 也就是我們投資會創造出內容的人或團隊 所以目前我們已經有大概十多家的音樂廠牌 在我們的 portfolio 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希望能夠為他們做一些什麼 所以我們先思考未來他們應該講成什麼樣子 首先要能夠百分之百地掌握自己的著作權利 第二個,能夠自行管理所擁有的內容跟授權 能善用數據跟分析的工具 以及最後能得知所有作品被使用的脈絡 並獲得收益 這些看起來好像是應該要做得到的 但其實在音樂產業裡面 這麼長的時間以來幾十年的時間 並沒有做到這些 所以如果這些事情能夠發生 基本上對於音樂產業裡面的參與者來說 是一件革命性的事情 而未來的音樂產業可能也跟我們現在想像的音樂廠牌不一樣 未來音樂廠牌可能藝人本身自己就可以是一個廠牌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服務叫做Soundscape在田發行 在田這個字取得是建龍在田之意 我們希望能夠發現更多好的聲音、好的人才 第一個我們做的是全球發行 全球發行現在基本上已經是所有的音樂廠牌最基本的需求了 所以首先呢,我們先從這一點開始 我們上一個月才Launch 但是目前我們有的廠牌數已經有50家 作品有4000首 累積了半年的點播次數 6000萬次 這是我們內容管理的介面 所以基本上透過我們內容管理的這個服務呢 音樂廠牌它其實也不需要任何的Catalog的CRM管理系統了 使用Soundscape就可以管理你的音樂內容 包含所有的這些上架平台的資訊都會成立在這裡 讓你很方便的去做分享到你的社群 第二個是儀表感 儀表感是什麼呢 我們為大家整理了每天的表現數據分析 這個為什麼很重要 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裡面 其實做音樂、唱片的AMR 或者是唱片的Marketing 大家靠的是什麼 其實最強的行銷人 最強的AMR 他靠的是他的經驗 以及他的資訊 但這兩點呢 如果能夠有表現的數據 有這些Data來輔助的話 我們相信更能夠提升這些成效 所以我們做到這個每日表現數據分析 這個在台灣算是第一個做到每日表現數據分析的發行平台 在過去呢 我們往往發行一首歌之後 到音樂平台 你等到到報表來 可能要一個月是最短的 最多可能要三個月的時間 那這代表什麼呢 我今天發行了一首新歌 我發行了一個新專輯 我下了Facebook廣告 我下了YouTube廣告 或者是我做了一些行銷的活動 但是我要到三個月之後 才知道他到底成效怎麼樣 這對於內容的提供者來說 其實是非常的沒有效率 而且是很大的一個痛點 那每日表現數據分析 目前我們有做到主要的幾個平台 包含KKBOX Spotify 跟Apple Music 你可以每天看到你歌曲的表現如何 那你甚至也可以根據時間的區間平台 哪一個藝人哪一個專輯 吸到哪一個歌曲去看他的表現 這是我們完整的實際的樣貌 實際的移標版的樣貌 在這裡我們提供了很多數據的分析工具 讓大家看 包括你在哪個平台表現的比例 以及社群分享的一些趨勢等等 再來就是今天的主題 跟區塊鏈有關的 是區塊鏈的帳本 那我們借著結帳的實作呢 是已經完成的 我們跟BIMAR 也是台灣一家新創區塊鏈公司 以及中國新貨銀行 一起合作了這個機制 這個是我們每天在辦公室看到 處理這些結帳的報表的時候 所要面對的東西 它就是一堆的信封 一堆的紙 那即便到了現在呢 我們做這些版權的分潤 還是要經過非常繁瑣的過程 那時間上面也會非常的沒有效率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假設我們只有4000首歌曲要做發行 但這4000首歌曲呢 它每一首歌裡面所要分配的權利 就要兩個人好了 它就乘以二 那我發行到50個音樂平台 每一個音樂平台每一次的點擊 可能只有零點幾塊錢台幣 所以你要處理非常大量的 這些金流的資訊 但是它的每一筆的金額又非常的小 也是以至於呢 如果你要很快速很即時的去處理這些數據 會讓你非常的不符合效益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結帳才會這麼的慢 半年三個月 你才可以拿到你的收益 那針對於很多的商家來說 其實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但是音樂人或者是音樂廠牌 過這樣的生活其實已經幾次了 都是這樣子 那再加上呢 其實這個結帳的過程 光是這些報表的確認來回 就已經要花上很多很多的時間了 我們希望能夠跳過這一段 那目前我們用這個Bitmark的技術 以及中國新貨銀行的配合 我們做到的是最初步的一個實作 給大家看一個很簡單的架構圖 我們使用的是Bitmark的Blockchain 所以在這個Blockchain上面呢 Soundscape以及中國新貨銀行 都會各有一個節點 在這裡面其實非常的簡單 Soundscape上面如果今天 跟Music Label它提出一個請款的申請 我們這時候會把這個 所有結帳的資訊呢 經過加密 打造這個Music Label 它的在Bitmark上面的Public Key 那它得到這個資訊之後呢 確認回傳回Soundscape的Public Key 我們這時候就代表說 它已經驗證了這個請款動作了 那這個時候中國新貨銀行 它會聽到這個請款的動作 已經被驗證 也因此我們會再把這個 要匯款的資訊匯給它 它會回傳它接收到這個 這時候 中國新貨銀行就會自動 把我們把錢打出去 聽起來 有點複雜 又沒有那麼複雜 但我講 最簡單的一個動作 大家感覺一下 基本上 以前我們可能 要做一個請款的動作是 我們要把請款單印出來 寄給音樂廠牌 音樂廠牌簽完 開完沒有問題 簽回來 用了公司的帳 再回來給我們 然後我們再接下來去處理 這些匯款的動作 但現在呢 基本上 它只要按兩個按鈕 一個是請款 一個是 確認請款單 它的錢就會收到 所以 我再總結一下 我們目前做到的 Soundscape做到的是 全球發行 目前可以發行到 全世界五十多家的音樂平台 底標板 數據的分析 來輔佐 他們的知覺 以及他們的經驗 以及 器官單的帳本 加速這個器官 以及匯款的流程 但未來呢 我們其實相信 在音樂播放的形式上面 不管這種新的硬體 新的軟體的出現 以及各種內容的應用 包含 鋸 遊戲 VR 甚至物聯網 等等 我們更需要的是 一個開放的授權平台 所以 這是我們現在做的計畫 叫做PZN 它不只是一個 區塊鏈的計畫 它基本上是 利用區塊鏈 以及其他各種 相關的分佈式 計算的技術 希望打造幾個東西 一個是 一個是 公用的 安全資料庫 第二個 是 一個開放的運算平台 我們接下來 希望能夠做到 點對點的 授權 以及 即時的 分潤 以上 謝謝大家 最後一張同影片 把我剛剛 有個影片上 我們把握一下時間 看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一個 有單人請下 這些都是我們投資的 放牌的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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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所以 現階段在Soundscape上面的 音樂人或是音樂作品 主要都是你們投資的項目 不是 我們投資的項目 只有10家支舞台 那目前除了10家 最後還有另外40家 OK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一個開放 對外開放的平台嗎 我們目前還沒有對外正式開放 我們現在是有N讓子而已 那如果要加入的話 就要透過申請 那我們接下來是會開放 讓公眾可以直接註冊 也就是讓所有的音樂人 還有中小音樂廠牌 都可以直接透過線上的Sign Up 就可以來使用 OK 那像Museum這樣的計畫 就是 其實它就是涉及到更多的 不同形式的數位內容 然後 涉及到更多不同形式作品的版權 那那個計畫的 大概預計什麼時候 我們這個計畫 已經進行了一陣子了 那我們也有得到文化部的支持 所以 我們3月底 就會有第一個Prototype出來 那Prototype 我們就會實作 如何透過以太坊 以及Beatmark Blockchain 去做點對點的授權 以及 從授權到音樂平台 到消費者購買 到分潤到全力點的口袋裡面 可能只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即時做到 讓大家看見 到底這個技術的威力在哪裡 了解 我在帶那個Line上面問題之前 我想要申請教師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以音樂作品來說 可以做到全球發行 但是我想Soundscad這樣的服務 或者是平台 它不單單只是 可以服務台灣的音樂人 或者是創作者 那你們對於這樣服務 它的全球化佈局 或是在其他市場佈局 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或想法 我們目前發行的 發行的平台 當然是全球都有的 那我們服務的廠牌 或者是我們帶的內容 除了台灣以外 那也有很多是中國大陸的 那也有其他國家的 日本也有 對 香港 東南亞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 做服務全球的各種各樣的內容的來源 對 那也因為這方面 我覺得在台灣有一個利力之變 就是我們跟中國大陸的界階 其實比西方這些國家的服務來做得來的好 那我們跟亞洲這些國家的關係 包括跟A8子本身的資源 也有比較緊的連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利益點 OK 好 那我們回到Line上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可能一加細節 他提到說 儘管雖然數位化 但是是不是還是要經過財務部門的確認 那他只是化減值本嗎 還是 實際要進到細節 財務的那個現場 我簡單講 我們目前實作的都是盡量簡化他的流程 但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用Cryptocurrency來做結帳 那那個就是用SmartCounter來做確認 而不用財務部一筆一筆的確認 這是我們希望最後可以達成的 OK 因為事實上區塊地的部分也可以締約 紀錄等等的 他的應用其實也不單單只是在處理金流 或者是交易 現在是處理金流 我覺得對於那種內容的消費 這個內容的Ecosystem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每一筆的消費都太小了 但是所要分配的人又太多了 那如果有 我覺得SmartCounter對於這樣的應用場景來說 是非常非常適切的 而且是非常革命性的一個技術 因為他可以讓這些價值的分配 以及傳遞 在過去你可能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縮展到幾分鐘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大的差別 OK 好 然後第二個問題 有朋友問說 如果對於已經使用中間商 例如像是中國移動的客戶 要如何轉過來使用Soundscape 跟他們解約啊 跟我們來 跟他們解約就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Museum怎麼做訊息流 然後考慮做怎麼樣的產品舉證 我其實聽不太懂這題 做怎麼樣的訊息流 對 資訊流的部分 嗯 什麼意思 我問吧 好 其實那個 我問你其實 做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 如果在中國工作 然後 其實我們 如果在中國工作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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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今天其實沒有時間講 比如今天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都是Soundscape 那我大概講一下他們有這樣的概念 我們希望做的是這些創意產業 內容產業的一個protocol 那這個protocol包含幾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會希望用IPFS 跟這些分散室的儲存 以及連結資料的標準化 來做到這個公共的library 也就是 所有的人你只要找版權的資訊 你到同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找到 但這個library又不是歸屬於任何人 所以它是一個公共的 可共享的open data的一個library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像以太坊這樣的 支持資產合約的blockchain 去做 點對點的授權 以及快速的分潤 這是一個 那我們現在 也跟這個bitmob合作 那bitmob是一個很特別 它是做數位資產的區塊鏈 那跟檔案的加密跟解密有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用它來保護這些 內容產業 必定會連結的這些內容資產 那音樂就是這些音樂錄音的檔案 那影片圖片這些都是 它可以透過這些加密跟解密的方式 來保障擁有權人 才能夠取得這個檔案 那結合這幾個東西 那我們會希望讓這個protocol 運行之後 能夠有更多的application 或者是服務 可以建構在這個上面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協定型的計畫 而不是一個本身具有商業 商業模式的計畫 所以它有點像是一個大型的數位內容的資料庫或點藏庫 但是在上面可以發展出什麼樣不同的產品 所以其實等到大量的內容加進來之後 它長出不同的產品的可能才會跑出來 可以講說 是 大概了 大概了 OK 所以 Henry 你 這樣應該有一點 可以 我就知道他們想要做的東西 了解 OK 好 那我們就謝謝補昌 謝謝